现在时间5月31号 今天是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历来有五穷六绝七翻身 那么今天呢 是不是按照我们在这两天重点强调 涨一天跌一天 我们看到周一是上涨 周二是下跌 周三是上涨 周四是下跌 那么今天能不能迎来反弹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表现 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道群主下跌0.86% 纳萨主下跌1.08% 标派指数下跌0.60% 英国 德国 法国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恒生指数昨天收低1.34% 在昨天我们看到中概股逆势大涨 达到2.15%的收盘 A50指数也是大涨达到0.55% 汇率方面在昨天形成一个快速的升值 我们要留意一下今天北向资金的情况 提到北向资金昨天净流入达到10.45亿 所以今天的A股市场我们怎么来看 从前论上我认为今天是一个平稳收官 今天是5月31号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按照本周一个特征是周一上涨 周二下跌周三上涨周四下跌 那么今天会不会收出阳线 我们拭目以待 也就是平稳收官 商务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对有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 公告指出对航空航天组构建机发动机制造相关设备及软件技术 燃气涡轮发动机燃气轮制造相关装备及软件技术等等的进入到实施管制出口 而现在前期关于者的管制出口形成一波非常明显的上行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带来上涨呢 我们要持续关注 在昨天晚间 北斗新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已减持不超1.98%的公司股份 也就是国家代金减持北斗新通 昨天下午万科正与银行就69亿美元贷款进行磋商 万科未雨置凭有望成为万科今年获得第二笔巨额贷款 而在近期整体市场表现比较弱势高盛的回复式股市回调并不令人意外 当前反而是入市的好时机 在过去20年MISCI中国指数曾23次进入技术进牛市 定义为从底部反弹超20%且中间没有出现10%的回调 也就是至少出现5%的回撤是非常正常的 这是高盛的回复 回到A股指数上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公布的5月份的PMI数据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采购金人指数是否继续在50以上 当然从结论上我认为仍然保持是强势 因为5月份一系列的房地产政策 相对而言PMI指数是有一定的正面的催化作用 也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房地产的上游端 比如说建材类 包括像水泥类 还有像下游端家居用品等等的是否形成一定的反弹 从在近期整体板块其实轮动的是比较快的 而且量能迟迟没有形成放量 我们在昨天的收平其实也讲到两个点连成一条线 极限的支撑位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3020点这个区域 整体板块仍然是轮动速度快 重板块新指数 就像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 第一阶段是以政策导向 资金导向 板块导向为主 那么第二阶段其实主要要关注的是什么 验证的经济数据是否继续抬升 那么在昨天公布的相关的政策消息 主要是对于比如说新能源板块是利好消息 那么对于老能源石油煤炭电力等的 我们要关注一下 就像我们在近期多次签得过 我们要等待变局 那么这个变局要么就是外部消息的变局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汇率形成大幅的升值 以及A10指数中概股形成上行 那么今天预计形成一个震荡反弹 也是大概率事件 关注我们持续跟踪市场 并请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三个六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 所以说吧 五月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那么六月份能不能迎来一个整体向上 其实我们关注几个点吧 第一个中报的预期 第二个我们要关注一下政策的预期 所以说持续关注我们 我们看看 ビ课 到底是什么